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5年下半年才开始生产的新款低价电动车被提前到了2025年年初 此外公司还强调了自动驾驶出租车的业务 并展示了未来特斯拉打车APP的模型 所以很显然投资者并没有把交点放在当下季度的业绩 而是放到了未来的展望中 大家都很期待新车型的推出能够帮助公司重新让收入增长加速 而就是在财报发布后 华尔街各大投行也都纷纷改口 比如美国银行的分析师今天就在给投资者的报告中表示 特斯拉第一季度业绩和领导层的展望都解决了关键的问题 并重振了增长 促使他们将股票的评级从中性上调至买入 同时维持了220美元的目标价 那这样的财报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简单来说公司就是告诉投资者 虽然今年的业绩不好 但是别担心 明年开始一切都会好起来 所以是否愿意相信这个愿景 那就取决于对马斯克本人的信念了 所以关于财报的细节我就不多说了 主要分享一下我在看到财报后的感受 也希望能够安慰到一些朋友们 我看到网上有很多朋友觉得十分的遗憾 没有在财报前买入特斯拉 仿佛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其实完全不必感到遗憾 因为这样的机会大部分人都是抓不住的 即便抓住了 长期这样去交易 大概率也是赚不到钱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像我们之前和朋友们分享过的 我非常不建议大家去做赌财报这样的交易 它之所以叫做赌财报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投机行为 而非投资 因此这种投机的交易 做十次能中五次已经非常不错了 很难有人长期采用赌财报的策略能够赚到钱 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投资方式 所以更不可能只赌这一次 然后还就百分之百成功了 因此完全不必羡慕那些这次赌财报赌对的人 因为长期而言赌对的概率最高不过也就是50% 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觉得特别的后悔 这样的机会抓不住反而是正常的 那今天特斯拉的大涨 可以说是意料之外 但也是情理之中 就像我们在财报前的视频中和朋友们所说过的 之前特斯拉连续下跌数周 已经到了严重超卖的情况 所以短期内就很有可能出现技术性的反弹 那今天这样的反弹就来了 昨天的财报虽然是一个好消息 但在我看来绝对不是这种反弹幅度的重磅利好 所以也恰好证明了这是逼空所导致的 我们看各大媒体就会发现 虽然特斯拉昨天公布了很多好消息 但市场最关注的还是低价车计划的提前 以及自动出租车计划 但是这两者至少都要在2025年之后才能够变先 甚至是一个更晚的利好 而且现在都很难具体量化 这两个利好能够带来多少利润增长 所以这样的消息相比当下季度就超出预期 或者下个季度指引超出预期的好财报 只能算是还不错的消息 而且依然存在很大的变数 所以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重磅的基本面利好 当然我也看到很多朋友有不同的声音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改变特斯拉未来的重磅利好 所以接下来股价要一路反弹到300了 那每个人有自己的意见是很正常的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操作就可以了 总之我个人的看法和财报前依然没有变化 就像我们此前预料到的 也就是正在发生的技术性反弹 完全是严重超卖所知 所以如果您是擅长做波段的短线投资者 那之前和现在都是交易的绝佳机会 但如果您不是那样的投资者 尤其是没有时间每天去盯盘交易的朋友 那特斯拉的关键买入点 还是回调至120到130的区域 并且站稳 或者带量突破190到200的位置 肯定有朋友会问 既然觉得有潜力到190 那为什么不能现在就买 理由我们之前也讲过 特斯拉是一个非常典型的trading stock 也就是说 它经常会在短时间内出现10%的大幅度上涨或下跌 所以这对于新手朋友们来说 很有可能把握不住 导致在这个震荡的过程中被洗出去 倒在了彩虹前的风暴 所以我们才建议 这类朋友在风险相对平衡的时候 再去交易这只股票 进入下一部分之前 给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 富途木木推出了现实的加码活动 现在美国的新用户入金100美元 即可立即获得10只美股7巨头的碎股 总价值为50美元 而且是固定赠予 不需要抽奖 另外现在美国用户转仓任意金额的现金 都将立即获得1.5%的现金奖励 最高可达300美元 此外在加拿大开通TFSA的账户 入金5000以上即可领取3张现金券 10万以上可领取12张现金券 每张现金券的价值在30到200之间 所以最多可以得到2400加币的奖励 同时其他地区包括香港 新加坡和澳洲的观众 也都有相应的入金活动 此外要提醒会员朋友们 最新的会员视频刚刚更新了 最近市场进入了回调期 很多朋友询问有哪些可以抄底的股票 本期节目我们就分享了一只 基本面非常强劲 近期也大幅回调 并且关注度相对较低的股票 非常适合长期投资 另外内部交易汇总和大V建国汇总 也都刚刚更新了 我们分别总结并筛选了 在第一季度财报季前 内部人士大量增持的股票 以及华尔街最准的大佬们 强力推荐的股票 最后会员们关于市场 个股或任何的问题 我们都会有专门的人员进行深度分析 然后给您一个全面的答复 和详细的操作建议 我会把加入会员圈和零股票的连接 放在介绍栏以及置顶的评论中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 那在今日盘后我们迎来了科技巨头META的财报 虽然公司第一季度的业绩好于预期 但是第二季度的展望低于预期 直接导致股价盘后暴跌16% 那具体来看 本季度的每股收益为4.7亿美元 远高于市场预期的4.3 收入为364.6亿 也高于市场预期的361.2亿 所以Doublebit的财报非常强劲 但是令投资者失望的是 公司预计第二季度收入在365到390亿之间 中位数377.5亿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382.4亿 而且不仅如此 更令投资者担心的是 公司宣布预计将花费更多资金来实现这一目标 资本支出的预测出现了大幅增长 而绝大部分都是AI方面的投入 公司现在预计 今年全年的资本支出 从之前的300到370亿 增加至350到400亿 虽然这些前景令投资者恐慌 但实际上本季度公司的业绩还是不错的 第一季度Meta所有应用程序 也就是包括Facebook Instagram WhatsApp等等 这些APP的总用户同比增长了7% 达到了32.4亿 同时公司第一季度的广告收入 和上个季度相比有所下滑 但这是正常周期性的变化 但和去年同期相比 依然大幅增长了27% 而且每一个地区的收入都有明显的增长 此外 美股收益本季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 是虽然收入增长了27% 但销售和营销成本比去年同期意外下降了16% 而这也就反映出公司近期在控制成本方面取得的进展 那之所以股价在盘后暴跌 一方面是展望不足预期 而另一方面是投资者开始担心 Meta正在重蹈覆辙 之前股价暴跌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公司在元宇宙方面的巨大投入影响了利润 而现在公司又开始大量在AI方面花钱 投资者就会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发生 而且这也反映出 市场对AI的热情已经有些冷却 更多的人担心 AI投入这么多最后到底能不能赚回来 那Meta的股价在盘后的电话会议开始后 又进一步加速了下跌 而这是因为扎克伯格开始讨论投资问题后 尤其是强调对人工智能的投资正在增加 他说到从好的方面来看 一旦我们的新人工智能服务达到规模 我们就能够从中大量获利 但是在这句话的背后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此大幅度的投入 最后能否得到等同以及更多的利润 那Meta的股价近一年以来的反弹 主要得利于近几个季度业绩的改善 提高了投资者对公司利润的预期 截止周三收盘 该股仅在今年就已经上涨了约40% 而去年几乎翻了三倍 在2023年2月 扎克伯格告诉投资者 这将是一个效率年 从而引发了股价的大幅反弹 当时小扎表示 公司将停掉一些不必要的项目 并大力削减成本 这将有助于他们成为一个更强大更灵活的公司 那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很显然现在公司已经从省钱模式 再次进入了花钱模式 甚至AI方面的投入是远远超出投资者预期的 所以市场现在非常担心 毕竟这些投入在短时间内可能是看不到回报的 当然换一个角度而言 和特斯拉的情况完全相反 之前Meta已经涨了太多了 陷入了超买的情况 所以业绩稍微一点点瑕疵 就会导致股价的崩盘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接下来这只股票 很有可能陷入一段调整期 直到投资者能够为它找到一个合理的估值 毕竟在AI热情开始冷却后 投资者会重新调整对AI的预期 尤其是关注这个概念 最后能否转化成真正的收入和利润 如果答案是不能 或者没有初期预期的那么多 那超高的估值肯定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此外在市场消息方面 摩根大通研究部的首席策略师马尔科 今日被他的同事们疯狂打脸 他在周一给客户的报告中刚刚说过 他认为现在美股的回调只是刚刚开始 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加 包括国债开始上升 美元走强 这都可能加剧抛售 但是就在今天 摩根大通的交易部门就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 他们发现内部的一个交易指标 正在发出强烈的买入信号 摩根大通交易部门的美国交易负责人泰勒 在今日发布的报告中写道 他们用于衡量客户对美国股票敞口的指标 达到了反映标普500指数将要反弹的水平 而这个指标通常在出现过去四周类似的仓位变化之后 未来20天内会有3%左右的上涨幅度 本周到目前为止 因为多个美国企业发布的良好的业绩 提振了整体的市场情绪 但是今日盘后MET的财报不佳 很有可能导致股市明日再次走低 所以明天市场的反应非常关键 就此能够看出现在整体的资金方向 本周我们还将迎来微软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财报 然后周五还会有关键的通胀指标 也就是PCE4月份的最新数据 所以每一个消息都很有可能左右接下来大盘的方向 我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 不过就像我们在上期视频中所说的 近期很多分析师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 就是因为之前几周美股连续下跌 陷入了超卖的区域 短期内因此会有一波反弹 但是股市能否完全转向 还是要取决于基本面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包括中东问题的发展 以及美联储降息路径的预期 这两个问题依然会在未来几周 甚至几个月内给股市造成巨大的影响 最后在楼市方面 近期因为降息预计的延迟 贷款利率也在悄悄的反弹 现在美国抵押贷款利率 已经升至五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导致购房申请在过去六周内第五次下降 截至4月19日当周 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上升了11个基点 至7.24% 为去年11月19日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且抵押贷款协会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 购房抵押贷款申请指数下跌了1% 而包括购房和refinancing在内的整体申请指数 上周更是下降了2.7% 而仅refinancing大幅下降5.6% 创下了2月份以来的最大跌幅 那现在超过7%的借贷成本 拉开了二手市场和新房市场之间的差距 由于潜在买家在等待利率下降 二手房的销量迟迟未能进一步反弹 而这也就限制了房源的数量并推高了价格 那反过来 住宅建筑商正在从较低的二手房库存中受益 一些公司通过提供更低的贷款和刺激措施来推动销售 所以我们看到上个月 新屋销售强劲反弹 创下了9月份以来的最快增速 总之这只是其中一个降息预期延后给市场造成的影响 而且将利率维持在高位的时间越长 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威胁也就越大 但目前美国经济整体还是非常健康的 这也正是当下市场不断推迟降息预期的理由 在周四盘前我们将迎来第一季度的GDP报告 美国今年前三个月经济大概率还在稳步增长 甚至可能好于市场的预期 目前华尔街预计第一季度GDP将增长2.2% 如果市场的预期最终准确 这将标志着比2023年第四季度3.4%增长率有所下降 但仅略低于去年全年2.5%的增长率 依然反映出稳定强劲的经济 并且与从08到09年金融危机到2020年 疫情初期平均2.2%的年增长率基本持平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非常的清楚 美联储的大幅加息并没有给美国经济造成任何的问题 甚至现在还有重新加速的迹象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市场现在非常担心 通胀会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的加速反弹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 今年降息可能就更没有希望了 总之周四的GDP数据大概率不会有什么意外 只会进一步肯定美国经济依然强劲的事实 当然同样也就肯定了 美联储会更晚降息的事实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也一定记得给我留下一个赞 并且在评论区给我留下一个手动的赞 让YouTube的算法把视频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感谢各位老板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